這裡 您可以看一下在這邊 在我們進來之後的右手邊 這裡有我的部落格跟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那你可以點到這邊進來 首先第一個 其實跟老師介紹一下 就是我部落格上其實會介紹蠻多跟我們這個 教學錄影有關係的 還有翻轉學習 那最近跟這個物聯網有一點關係 物聯網有一點關係 那麼下面這一個是 禮拜一在宜蘭 昨天在台北 今天在台中 跑來跑去的好 要不要點一下 來 你看一下 同學跟老師有看過直播 有喔 YouTube Facebook 很多很多直播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過你也要自己 以後老師或同學自己錄影的時候也要上電視 虛擬攝影棚 你有看到我的嗎 有看到這個叫幕後花絮喔 然後呢 處理完了 有去背了嗎 有沒有 這樣 這個是使用前 這是使用後 但是很抱歉這是及時的喔 好一般我想各位可能有聽過像維力導演啊 惠聖惠影啊 Premiere之類的 你喜不喜歡剪接 很痛苦 比拍照還痛苦有沒有 因為拍照完了 不要就直接刪掉 影片不是 影片是你錄完了 我跟你講 以前我自己在剪接的時候 至少我看過三到四次以上 就同一段我一定要看過三次 我才知道說 那個哪裡要剪 哪裡要弄掉對不對 如果 不是自己拍的 更痛苦 對不對 別人拍的 你負責剪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上過什麼 什麼內容 所以你要全部看一遍 看一遍才知道大概在哪裡 還要做筆記 那這種的就是即時的 所以等一下 你們應該 沒有哪一門課 有老師的上課 教具 適用曬儀架 你沒看我剛才一段 那段也 拿去宜蘭 你看我後面其實就是曬儀架 有沒有就是一個航幕把他掛起來 你就可以直接 就去背了這個即時的 當然如果你不要做到即時 因為 不見得 一定要都即時嘛 你也可以做一般的教材 可是 就不要讓他覺得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就是 只有錄螢幕而已 只有錄螢幕 或者說 看起來就是一個 因為大部分的 都會這樣 比如說一個老師就站在這邊 但是他們可能沒有去背 是不是就一個畫面在那裡 這樣也可以啦 只是我們會越來越精致嘛 對不對 越來越精致 當然我們就希望說能夠做到比較好的效果 那 這個的話 像 又家我們也 在圖書館 還是哪邊也有那個嘛 就是虛擬攝影棚對不對 我 我應該先調查一下 請問 借用率高嗎 蠻高的 這樣會不會 有些老師 就砍噴的時候 我要錄影都不能錄影 可以錄影 就是借不到啊 會借不到 可以預約 可以預約 但是 像這種的就是自己在家裡面 我研究室就自己 結束了 這樣可能會更簡單一點 好所以我們今天會有一個部分會講到這一塊 好講到這一塊 那 另外呢 因為有三課都有錄影 所以我們在這個 你會看到我的YouTube教學頻道 從這邊點進去 請問一下如果是錄影 我們假設今天我就 一個早上我錄一個影片 你想不想看 大家都好給面子 都沒有回答 我可以講大部分應該不會想要邊看邊找 對不對 尤其是如果你沒有上過課 有上過課也許你還有印象就可以 大概找一下 那我們現在模克斯強調的是什麼 是不是要 小段的一個主題一個主題分開 所以您看一下我在這裡講 這個是宜蘭的 我放大一點 這樣您看的比較清楚 您可以看到 我有沒有都這樣一段一段的 對不對 每一個主題我是不是都有下好 那您注意一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 影片的時間 一個原則我們像模克斯 或者是一般的我們教學影片 最好的方式我們大部分都在5到15分鐘以內 所以我現在身體時鐘 會 比較準一點點 會盡量減少超過 因為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助力 差不多5分鐘到15分鐘 這中間還OK 超過10分鐘就開始有點 準備想要關掉 因為現在都很忙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自己看一下 你想看看 你在看不管是YouTube的影片還是Facebook的影片 有沒有會看那個很長的 很少對不對 大部分都沾醬油一下嘛 前面看一下 中間捲一下 後面再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漏掉的漏網之魚 是不是就沒了 所以如果你太長 其實對使用者來講 相對的 他就 可能全部看完機會就比較少 那我會像這種方式去做整理 好那所以這個是 我的 延期的部分我都會像這樣 那另外呢 那您如果看到 這個 在 應該是旁邊這邊 首頁這邊 其實 我除了就是 像你剛剛看到的 公開延期的部分 我學校的其實也有放在上面 因為學校的就不像一般延期 一般延期可能就是一次兩次嘛 那 學校的沒有錯 學校是不是都有數位學的雲奶 大家覺得學校數位學的雲奶好用嗎 這個應該有聲音吧 哈哈哈哈 不能不能 這樣兩兩都覺得 只有微笑帶過 這樣會有很多含義啊 很多其實我必須承認就是 我去很多地方都要問一下 因為我會發現 其實大部分學校老師 對學校數位學學的雲奶都沒有非常滿意 總覺得還有 可 可改進之處 我們不要說講的太難聽 那就是還有覺得 不是那麼符合自己需求的 那所以 其實我一般錄影 我大部分就是除了會放在 這個YouTube平台 我學校的數位學平台 然後呢 學校的雲端硬碟 因為我們學校的雲端硬碟有跟就是Google代管的嘛 所以就無限空間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有三個地方可以放 同學資料看就相對簡單 所以 像我在學校就會像這樣 哪一堂 哪一堂 上哪些內容 那同學 反正 技術性缺課的他知道去哪 哪裏找我補課嘛 對不對 做作為補課的自己回去 就好啦 所以我發現 我回答問題的機會變少了 因為同學不用找你啊 對不對 那其實事實上錄影對我們老師 自己來講有沒有幫助 有 因為我 常常 會叫 以前的我 教現在的學生 以前會很認真上課 為什麼以前的我不能繼續上課呢 所以你如果你有錄影的話你看一下 這個是我在學校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 我要用我的 從這邊 好比如說這個一般性的 好這個 好那您看到在這裡 像這個是剛開始的 好點進去 等一下在這邊 好打開 有沒有看到我都有放歷史教學影片 這樣很久 對啊 同學要預習的時候就叫他自己先看就好啦 對不對 那老師進入每個班級也不見都一樣 可是 也許我以前有講比較多 那他可以還可以自己先 預習 還可以先預習 這樣是不是就相對比較容易 對不對 那 以前我先教你 到教室我會再教一次 那回去的時候他可以選擇看 現在的我還是以前的我 補作教作業的時候自己回去找 那現在呢 這樣他會問的問題就是什麼 裡面沒有講到的 對不對 那老師呢 平常在 因為我自己平常也會整理那些什麼 比較常見的FAQ 那同學就自己回去再找一下 不然我就 指引明燈 在那 他就不需要怎麼樣就不需要說特別的 我再特別講一樣的東西 我相信老師一定 多多少少重複的問題 同學一定會問 你老師在講 有時候 我們不是說 心情比較煩 而是說有時候比較沒空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 可能沒辦法解釋那麼多 但這樣對同學 不好意思 所以 這個是 您可以看一下 那至於同學有沒有看 在one note裡面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這個 主題的話 我們 你看在這邊 在後面這邊 把它捲到後面 這裡 這樣就可以比較清楚 同學到底有沒有在看 像這個 都看一點點而已 你就知道糟糕了 這一般沒什麼看有沒有 像這個點開我們就可以看到 喔這個都是 一次就看完了比較沒有問題 那有的同學可能就只有看一點點 就只有看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其實教學錄影 對 老師呀對同學 事實上確實是蠻有幫助的 那 我稍微簡單 介紹到這邊 之後 我就把 老實說 當然 我 感谢观看